你比你想像中的聰明,但是你聰明到能解這五個謎題嗎? 歡迎來到腦部記,今天要來看五個讓人百思不解的謎題 第五,醫生 一位父親跟兒子一起出去旅遊,結果突然出了車禍 父親當場死亡,兒子存活了,但是重傷 兒子被救護車送到醫院後必須進行手術 但是當醫生走進手術房後,說我不能進行這個手術,他是我兒子 請問這位醫生是誰? 第四,迷水 一位警察走進了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裡面躺著一個死去的男人 疑似上吊自殺 警察必須找出線索,為什麼男子附近沒有椅子,桌子讓他站上去後跳下 只有一灘水在地面下 男子是怎麼上吊成功的? 第三,謀殺現場 在一個犯罪現場,一具男性屍體躺在地上,頭部流著血 男性屍體手上有一把槍和一個錄音帶 其中一個檢察官拿起錄音帶並播放 以下是聽到的訊息 我受夠了人聲,所以我決定結束自己的悲痛 接下來可以聽到一個槍聲 所以檢察官認定這是一個謀殺現場 為什麼? 第二,結姬 一位男子結了一架載有10人和許多金錢的飛機 在飛機起飛前,這位男子所求政府人員11個降落傘 他在飛機上殺了所有的乘客,所以沒有人可以認出他 之後他拿了一個降落傘,並帶走所有的金錢跳下飛機 為什麼他要求11個降落傘,卻只使用1個呢? 第一,巧克力 四位犯人拿到巧克力為了安慰他們在牢裡的艱苦 某一天11個巧克力隨機發送 但是犯人不知道其他人拿了幾個巧克力 所以他們開始一下的對話 犯人1號對2號說 欸2號,你有拿到比我更多巧克力嗎? 2號說,我不知道 欸3號,你有拿到比我更多巧克力嗎? 3號說,我不知道 在聽著這三個人對話的犯人4號 終於回答所有人 我知道你們每個人拿到幾個巧克力 那麼到底,每個犯人拿到幾個巧克力呢? 你們知道答案嗎?在下面留言給我 請鎖定腦補給得到真正的答案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記得給我一個讚和分享 想持續追蹤可以按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